大家好我是王炳森 我讲的风格是只讲干货不说废话 现在咱们看到一个新闻 说中国人这种普遍负债的人是特别多的 另外很多人就是正当的生意啊 工作啊没有了 他可能这种厚赌 比如说稍微差点的 就是股市上去赚钱 还有一个呢 就可能就是参与一些赌博啊 那么什么样的人啊 有投机啊冒险啊 这种赌性比较大呢 第一个呢 就是时商过往 但命中没有财心啊 然后呢 关心无力 或者是比时商所致的人 他好投机 时商过往 对比欲望多 想法多得多 本身时商就要去生财的 但是他没有财心 就代表他正常的途径 靠自己的能力 赚不着这个钱啊 另外呢 他关心没有力量 关心代表道德的约束力啊 那么关心没有力量 或是关心未知了 那么他就没有约束感啊 他就容易去做一些这种违法的事情啊 或者是出一种灰色地带的事情啊 另外呢 那就是身弱时商生财过往一季啊 那么你身弱时商财心一般的都是季神啊 那么身弱时商忘的人 那他的好高无远是吧 啊 他的想法超出这些能力 那么财过往的人 因为欲望比较大啊 那么你又身又弱 你就担不了这个时商和财心 也就是说 你靠正本事啊 和正规的途径 你无法填满你的欲望啊 那么你越何难填啊 像呢 今天一年时间我就要赚几千万啊 赚一个亿啊 那么你是正常的途径是赚不到的 那你只能想到啊 我去投机啊 我去赌博啊 我去股市啊 就赚这个钱啊 另外呢就是夏天出生的人啊 如果木火比较旺就太干燥了啊 如果没有这种水的调和 他的性格就比较急躁啊 这时候再有这种时商生财的组合呢 他也容易投机走捷径啊 这种人呢 他并不一定就是要赌博啊 投机啊 他可能去做生意 他做的生意也是带着这种冒险性的 或者说快钱啊 因为他木火旺就是火煮礼嘛 然后呢木火特别旺的 就是干燥 干燥他就火就烧的很猛烈 他就想快点把这个钱给赚到啊 另外呢就是财心利弱啊 就是笔节纵横争财心 就是一种聚重豪赌之相啊 笔节真财 就一群人围着桌子啊 桌子上放着一些牌马是吧 这就是一种啊 真财的相 而且呢他这个财心还弱 财心弱呢 就代表你命里面没有这个钱啊 那你只能是抢别人的啊 怎么抢别人的啊 那就是赚取别人的钱 是吧 啊 另外就是笔节过往为一计啊 就你不用管财心了啊 这种 天干的笔节特别多啊 比如有两个笔节 三个笔节啊 然后官杀没有支笔 没法去支笔节 就没有代表约束力 也敢冒险啊 这种人呢 他可能不是说会投机赌博 他甚至很可能去做别的事情啊 就是他本身就是固执刚强啊 所以咱们经常讲的那种 叫愣头青啊 愣头青的人啊 固执刚强啊 什么都敢干啊 而且呢不听劝啊 谁说都不听啊 就是不撞难强不回头 那就是地支如果行冲比较多 地支行冲比较多 就代表内心的不稳定 纠结啊 老师半夜在想各种事情 然后呢 日之会越令为阳刃 阳刃就代表这种 心性的这种坚定刚强 甚至是无情啊 然后再透出笔节啊 那么笔节就会夺彩啊 但是这种人也是不安分啊 他可能也荣有这种啊 投机心理啊 这种人他可能就是突然就天天想想想 想了很长时间啊 突然间就去试一下啊 去冒一次写啊 就这样 好了 今天关于什么样的人啊 容易投机啊 冒险求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